今天又來到台南了 很久沒來了 好像已經超過半年了喔 應該有吧 我真的很懷念這邊 因為我們上次 好多東西都沒有吃到 然後都好想吃 這次剛好又有機會下來 我就決定這次要 吃更多的東西 把上次的補回來 應該是也補不完 因為台南有太多好吃的東西 我們這兩個小鳥味呢 就會盡我們的一切努力 來把台南的美食吃一吃 為了 啪什麼啪 為了 讓我把話好說完好不好 為了這次燙台南呢 我已經減肥三天 這樣算減肥嗎 小節食啊 就是不敢吃太多 因為我這次要公佔 公佔一切的美食 非常的期待 好了啦 非常感謝本集的財神 Yoksi 有喜帶我們來台南玩 耶 Yoksi呢 是和泰集團 在2020推出的 全新服務轎車APP 那他現在已經來到台南啦 這次有跟十五間很不一樣 台南最HITTO的餐廳 酒吧 咖啡廳 飯店合作 那我們這次也會去體驗其中的幾間 另外有一個更讚的好康呢 現在開始到三月底 只要來台南使用YoksiAPP 在裡面輸入台南遊戲散策 就可以獲得總共一千元的乘車優惠 是不是超讚呢 大家一起用起來 咪 關於這次的活動呢 詳細的使用辦法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需要的話記得參考 不得不說一下 因為像我們這種 只有我會騎車 但是又要防曬又要幹嘛 有時候又 你看我頭髮弄那麼好看 如果又下雨怎麼辦 像我們上次來後來就乾脆 都不騎了 就用走路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實在是太熱了 這時候有Yoksi就非常的方便 那Yoksi有另外一個好處呢 它除了介面很容易操作很簡單之外呢 它有很多客製化的服務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你需要充電 今天有長輩有輪椅 或者是 我現在想休息一下 不要有音樂 也可以不要有音樂 也可以不要講話 就是都覺得還蠻人型化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還蠻讚的點 沼澤呢就是我上一次來台南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網路推薦我一定要來 果然Yoksi選的都是很夯的店 然後 對啊 沼澤呢是在一個民宅裡面 然後我覺得它很特別 因為它空間超大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餐椅 第一道就是 Yoksi跟沼澤合作的限定的甜點 它的名字呢叫做波特酒玫瑰水性選餅 水性選餅就是日式的甜點 也是我剛才問那個店員才知道的 它旁邊有先附一些果醬 然後還有一個 波特酒 波特酒的糖醬 但我想要先附加糖醬 讚耶完全透明的 不知道吃起來什麼樣子 這有果凍 嗯 它比果凍真實 可是果凍有時候覺得是化學的東西 假假的它不會 然後它旁邊用的是玫瑰醬 我還蠻喜歡的 現在來加波特酒醬醬 我不敢加太多耶 會不會 喝醉 熟酒醬 酒聽怕樹對你來說夠嗎 很濃 很久喔 嗯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大人系甜點 是 嗯 但我覺得 物加比較對我的味 對 飄浮葡萄梨子 something 嗯 它真的有飄浮一些東西 嗯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它說裡面的葡萄跟梨子醬 都是他們自己熬製的 嗯 好適合夏天喔 剛好今天 台南快30度 好熱 好喜歡它的杯墊 也是做的是沼澤形狀的 它就是有這個沼澤的意象啊 那個流體的 你不是藝術的嗎 怎麼沒有一點想像力啊 嗯 沼澤沒有形狀 我給我自己一個封號 可麗露男爵 要來品嘗它的可麗露 它的可麗露是比較小一個 嗯 然後我點了原味跟 伯爵 因為我本人是喜歡 Dincoco硬方方的 可麗露 感覺有硬喔 嗯 以它這個外皮的硬度 我覺得是 是 尚可 但不是我心目中 你要刮 嗯 我要很刮 上次有個地瓜味 地瓜 沒有地瓜啊 這個是你主動說要吃的耶 這個是草莓千層 我就是說看起來很好吃 節目好難做 很難聊 嗯 它的這個千層 跟我們想像中那個千層 是不一樣 它是兩側夾的千層酥 然後裡面應該是有一些 奶油 應該有一個是有茶的奶油 然後比較特別 中間應該夾了很多的草莓 這要怎麼吃啊 你先吃我再來講好了 因為我想看你怎麼入口 它外觀看起來超甜 但是不會 我覺得很棒 它是 它的那個 甜度是沒有壓力的那種甜度 裡面用的這些 呃 醬啊 沒有護膽 沒有 很清爽 這派皮真的做得不錯 這派皮真的做得不錯 嗯 怪不得有這麼多人推薦這一間 第二間來到的是 油A鍋燒意麵 剛剛看油A的湯頭 我覺得應該是蠻棒的 因為它用了很多的蔬菜下去好 我點的是雞絲麵 羊點的是 鍋燒意麵 嗯 很甜 湯頭很棒耶 你不會覺得太甜嗎 不會太甜 然後又有 那種 蔬菜的鮮甜味道在裡面 欸 你剛才是說對還是 喂 對啊 嚇我 這種湯頭就是 你說不出來它是什麼 主題 但是你會覺得說 很溫暖 就是有點像是 媽媽會煮出來的 東西的樣子 你不覺得它裡面 給的料蠻豐富的嗎 有肉有菜 然後有蛤蜊啊 蝦子 然後還有那個 碗類 對 還蠻多東西的耶 有點像泡麵的味道 嗯 對對對 就是半夜吃會覺得很爽的那個味道 下一站我們來到康樂市場 然後今天是星期一應該是蠻多人都休息的齁 幾乎又是關了 嗯 然後我們來裡面找一個 賣香腸 的阿 看到了阿財點心 也是網友推薦的 剛好現在台南居然在飄雨耶 還蠻幸運的 很快就交到車了 剛剛那一間阿財點心 因為旁邊剛好在施工推炒了 然後我們其實只點了一份香腸 好吃耶 因為它的外表看起來很平凡很平凡 然後它的香腸跟你喜歡的那個香腸的想像是不一樣 你喜歡是那種烤出油的那種 它是完全很素的那種 但是吃起來很美味 我最喜歡它的醬油膏 它的是手工煮的 完全絕對吃得出來是 它自己調出來的那個配方 然後不會很鹹 搭配著蒜末還有芥末一起吃 很讚 來到府城大水缸 我們要來喝酸梅湯來解解膩 看可不可以幫助一下消化 等一下可以繼續加油 後面有這個耶 好像我小時候會上課做的那種 好可愛 然後我點的是酸梅湯 你點的是薏仁漿 它是無糖的喔 跟我想像中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沒有這麼的濃厚 是偏清淡清爽的酸梅湯 我覺得我喝下去皮膚變很好 你再喝一口 你喝看看 嗯 好喝 兩點沒有味道 而且它感覺有過濾過濾過 沒有很沙沙的口感 老闆娘很熱情 請我們喝他們的杏仁茶 好喝喔 剛剛老闆娘有說這個是沒有添加化學相近的 我很怕很怕那種 這個完全沒有那個怪味道耶 它跟那個橘色的杏仁茶很像 原來真正手工的杏仁茶是這樣的味道 嗯 再來到飯店囉 我們要先來check in 然後這一次住的是天下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啊 這也是桃生意 喔好好兇 天下也是有跟Yoshi合作 來看一下房間長什麼樣子 很漂亮捏 然後 剛剛行李已經幫我們放進來了 欸 怪不得這間這麼紅 好漂亮喔 而且它這個窗有用一個木造的 木工的這個框 好漂亮 還有導演腳耶 真實嗎 很典雅 沒錯 浴室會不會太大 我喜歡它這個石面 很復古的感覺 綠色的這種石頭 淋浴間 哇 有獨立浴缸耶 超級大 很棒 這裡面是有陽台的耶 好棒喔 而且陽台還不小 我喜歡它這個床頭用這種貼磚的形式 然後搭配木頭這樣 現代中帶有一點復古感覺的 真的很大一間耶 地毯呢跟那個沙發的顏色也配得很好 我們剛剛晚餐吃的是食品 然後它是專門賣很多海鮮丼飯 跟一些刺身的餐廳 然後店小小一間滿可愛的 整個裝潢風格也很棒 今天我們另外還有品嘗 它跟Yoshi合作的 黑 東寶黑 豬燒肉丼 什麼 你這個我在那邊 不上班啊 上班 燒肉 欸好險它有這個 對啊 因為其他的你也沒辦法吃 可是海鮮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醋飯 我覺得它的醋飯特別好吃 然後那個燒肉丼的肉的厚度不錯 吃起來是滿有嚼感 嚼勁的 而且它上面那個蛋很好吃 太深了我是沒有吃 吃飽來這間叫做Swallow 很可愛的一個小酒吧 我覺得它很讚耶 它菜單直接把就是調酒的介紹 然後分成淡的跟濃的 然後比較酸的到比較甜的 大家可以直接這樣子找到適合自己的酒 這杯透明的呢 是我點的 是巴勒口味的 然後 一樣點的是 伯爵茶酒 我的有一個奶香味 前面是一個牛軋糖 牛軋糖 這滿特別的 我的這個滿厲害的喔 它有做出那種 巴勒梅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妳要喝喝看 很特別 你懂我說那個巴勒梅嗎 怎麼做 很厲害齁 我怎麼今天一杯就這樣 上腮紅 Swallow整體我很喜歡 因為它的空間非常的舒服 然後是很少見的這種 前面前門後門都有這樣通的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 小中庭 嗯很喜歡 而且它美感滿好 美感很好啊 而且 你剛剛不是說 很喜歡是因為 它沒有著重說它是什麼樣子風格的 或是什麼日式酒吧什麼美式 它就沒有就是一個漂亮的地方 然後很舒服很自在 覺得很不錯 然後說真的 酒是不錯 好喝欸 好喝欸 真的好喝 是這裡喔 好特別喔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 第二間酒吧 BAR IN VIEW 門口真的很特別欸 也是個 明宅 明宅風 而且沒有任何招牌 對啊 一進來長這樣 然後入口在這邊 然後進來之後呢 味道很香很舒服 店小小的 然後有一個 吧台區 欸沒有很小欸 後面還有一個 座位區 然後這邊是木造的房子 可以看到一些木造的結構 然後放了一些可愛的球燈 BAR IN VIEW呢 也是有跟Yoksi合作 有推出一個特別的特調 它有透明奶茶 哇 但是不是調酒 欸是欸它也有奶 那你喝這個好了 好 野奶好香喔 好奶茶 很奶茶嗎 對 我的那個野奶搭配下面的酒 喝起來很順 然後好清爽 很棒 嗯 它弄得像啤酒 嗯 搭配的很讚 很協調 聞起來就有奶茶香 真的滿濃的 濃 濃 我有點怕 現在BAR IN VIEW要請我們喝松露Shot 欸真真實的松露不要開玩笑欸 掉起來了 對欸要舔欸 要舔乾淨 好讚喔 謝謝 謝謝 不要浪費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啦不要浪費 浪費啦 裡面是有綠茶 然後上面一樣是 椰奶 接下來一口喝 嚇起來 嚇起來 也是搭配的很好 喜歡 它的那個酸甜 跟椰奶 我很喜歡它這個椰奶奶好 因為我平常是不愛爺爺的人 我超不爺的 這個不錯 那個松露 還回味欸 嗯 好怪喔 你在幹嘛 不要煩它啦 而且你用喵是什麼意思 貓叫是什麼意思 剛喝完 然後我們現在要搭乘Yoksi去下一站 我超期待的下一站 到了到了 一根牛肉湯 這是24小時的 人真的超級無敵多欸 而且它店面超大的 還有另外一個店面 菜單好多選擇 有上等的 有脆口的 雪花的 醬料的選擇呢 有一般的辣椒醬油 然後豆瓣醬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應該是比較像醬油膏的 OK我每公點了 上等牛肉湯 雪花牛肉湯 然後兩個炒的 一個是蔥爆牛 一個是滑蛋牛 然後另外還有點一個脆皮 臭豆腐 怎麼那麼好吃 真的假的 但它的牛肉炒的 並不是說那種 它有帶有紅 它算是炒到 我覺得算全熟了 但口感還是不錯 吃了滑蛋 泡瓜 滑蛋是好吃 但是跟牛肉 沒有融合 對啊 先打上一個大問號 我覺得蔥爆很棒 但比較像是可想而知的味道 脆皮臭豆腐來了 然後旁邊也有附泡菜 我來看看是不是那種 會刮口腔的 嗯 不是 它這個臭豆腐呢 沒有到很臭很臭 不會 泡菜呢就是這種排泡 算是偏甜 但是吃得出來它有帶酸 然後帶一點 新香料 還OK 耶耶 湯終於來了 我是雪花 然後羊是上等 舒服的 對我來說很像 清燉牛腩的感覺 我已經吃了 當然 當然 這是太難 兩個比較起來的話 我會選羊的那個上等牛 然後它還比雪花牛便宜50塊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但我覺得來這邊好像牛肉湯就OK了 因為我覺得它的熱炒類對我來說 它的肉質還沒有到超級超級嫩 這邊的熱炒跟高雄牛老大比 我覺得高雄牛老大更勝一籌 它這邊的優點呢就是它是24小時的 所以隨時想喝可以來這邊喝 早安早安 我們今天 因為 太早了 無法好好說話 等一下還要回台北工作 所以 早上就很早就起來 要趕快來繼續吃別的東西 然後第一站呢 就來到這間幸福國貼 非常多人推薦我 但更令我好奇的是 旁邊有一間叫做超級拜金女的店 很好奇 是什麼店 看起來是非常好吃的樣子 它的菜單在這邊 主要除了鍋貼之外 就是它的蛋餅 哇 看起來超讚的 黃金鍋貼先來了 看起來真的好漂亮喔 好期待 它真的是黃金色 真的是黃金色 它這個底怎麼有辦法煎到這樣子 恰恰恰 有吃過的感覺 底好好吃喔 這餡料很棒耶 嗯 我有看到它旁邊是手工現在盛包的 它另外有個招牌呢 是這個煎餅加蛋餅 煎蛋餅 嗯 真的是脆的 嗯 嗯 還好嗎 嗯 這個好吃耶 這個煎餅 嗯 我喜歡這個蛋煎餅 這個好吃真的有真的 咔滋咔滋作響的感覺 有點韓式煎餅 嗯 剛剛店員跟我分享說 他們的 這些餅皮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嗯 然後它也有一般的蛋餅 我們也有點 點了一個是起司口味的 這個起司蛋餅 看起來它這個餅很軟Q欸 嗯 跟一般吃到的不一樣 不一樣 它真的有手工感 完全不一樣好 什麼Q啊 超Q啊 怎麼了 OK 好神奇 GOOGLE NET 都變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們看就是搭YOKSI嘛 然後到了那個米糕店之後呢 大哥就這樣 沒虧 對 整個然後氣氛凝結 很凝結 呃 呃 還是要冷靜一下 怎麼辦 好好笑 下一家是這個 豆奶棕 還好它有開 它好像是從半夜 賣賣賣賣賣到早上 10點半 從晚上9點40開始賣賣賣到早上 蛤 收了 老闆說收了 他可能營業時間有調整吧 走投無路之下呢 我們就決定來喝咖啡 原本想說早餐 原本想說 早餐 至少要吃兩家 所以我第一間那個幸福郭帖不敢點太多 忽然依我的個性我應該會點更多品香 很多欸 可是就覺得說還可以再吃啊 那我們來到了是這間叫做Barista Red Coffee 很多人推薦 然後我一直很想試試看他的巴勒咖啡 我記得印翔很喜歡 沈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因為與沈同行蠻常看到這一家 嗯 來喝 我的是巴勒 真的 很開心 喔 養你的是什麼 超美 喔 我懂他們為什麼那麼喜歡了 怎麼了 因為很好 嗯 是很可以一口一口這樣瞬間就喝完的 很棒 它的 它很特別把那個巴勒的味道 跟咖啡融合的好好 所以會這麼的match 而且很順口 然後草莓也還可以 草莓是冬季限定的 不同 一樣的道理 只是 不同的風味 而且我覺得它沒有到特別特別貴 它這樣一杯90元 我覺得還OK 草莓比較貴 草莓150 限定口味啊 所以可以理解 我們現在到台年 台年 台南 台南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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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到 台南高鐵站 欸這個東西真的越喝越好喝欸 裡面有古幣 嗯 好 這真的很好喝 雖然我們因為工作關係要回台北 但這次真的很開心 也有機會 像 但這次真的 但這次真的很 但這次 但這次 很開心 有機會來台南玩 也很謝謝本節財神 Yoksi 舉辦了這個 台南遊戲散策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把詳細的活動資訊 放在資訊欄 那在3月底以前呢 來台南搭Yoksi 可以領很多 乘車遊會券 記得不要錯過 那我們 我們現在要準備 搭車回台北啦 希望很快還有機會 可以趕快再來台南玩 因為我真的 搜集到非常非常多 好吃的東西 然後以及今天 碰壁的兩家 都還沒有吃到 今天碰壁率好高喔 嗯 搭計程車遊台南超爽 真的很爽 好 那就這樣啦 台南掰掰 掰掰